台南市議員林建築在今天來議會這順當中是來提出 有路徑因為有心想要向著主管來申請 雕經鋼族耍不下路最高是第四條路線 甚至有路徑生產後要指令 請求雕經有時間也比雕人頂頂肅 要求市府要全面來檢討中市路徑的環境 台南市議員林建築在最後自由發言來質順 台南市某一個分局交通分隊結局動輪 環境登記受到無優先的台語 某一個分局交通分隊的路徑 今年九月二十五號 路徑的城市在各地黨委主管太太因為有心的因素 親親調整上班跟續時間和方式 路徑有心向主管來調動協務下文作性流散 要求市政府 中市條路徑的關於 不要讓雷叔的漢叔再次一處來發生 10月5號 我們的女警在上深夜請的時候抱著肚子 肚子痛 隔天請假 到了10月9號真的身體受不了了 就請了安胎價 非常的遺憾沒幾天流暢 你認為這樣的主觀 這樣的對我們同仁 你覺得這不應該去懲處嗎 台南市市長文維德回應 要求台南市政府 警察局要來改善 硬體的硬體解決 軟體的軟體的解決 態度的部分行政解決 一期完人的年度技術 如今 為我勤工作和人家一樣 同樣要親愛來得行 這樣對到五星的如今來說 負擔受過大 上高來欠 處理也沒有 上下班 進行比較的黨 在到保障 讓黨委主管安排勤務的時候 應該依到 環境的身體狀況 作為優先的可能 記者擋個心 四季輝 蔡鳳佛德